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长空之王,王一博让我看到了他的野心 这部电影主要讲述的是雷宇、王一博、是 等优秀飞行员经过严苛选拔 正式成为了我国新一代式飞员 一款战斗机的正式列装 背后不仅有无数科研人员的努力 也需要试飞员们一次次对飞机的安全边界和极限状态进行测试 他们将在队长张廷、胡军、是,的带领下 参与到最新式、最尖端战斗机的试飞工作 在不断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 一个个危机接踵而来 这部电影的配置挺高的 从业务能力上来说 演技实力派胡军出演 《90后小花》实力派周冬宇也特别出演 从人气、流量上来说 顶流王一博担当主演 这部影片的配置演技 人气的完美配置 齐活了 从题材上来说 这部剧聚焦现实飞行员群体 让我们了解了飞行员群体的工作与不易 再加上老溪谷作证 只要这部电影故事给力 逻辑通顺 没有大的硬伤 那么这部剧《大爆》是没有悬念的 但是今天我们不说演员配置 单单来聊聊王一博 说实话 王一博出道的时候 大家粉上王一博无非就两个原因 一个是长得帅 还有就是舞蹈功底强 舞跳得好 之后 王一博参演《陈情令》 这部剧的热播 让王一博 肖战的人气空前暴涨 成为了人气一人 成为了顶流 火了之后的王一博 代言多了 综艺多了 片约也多了 资源肉眼可见得好 但是让我惊讶的是 王一博并没有消耗自己的人气 而是在努力挖掘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让自己摆脱花瓶的头衔 在众多流量小声扎堆偶像剧挣快钱的时候 王一博已经在悄悄地转型了 从今年宣布出来王一博的作品《冰与火》 热烈 《长空之王》可以看出 王一博已经悄悄地转换赛道 打磨自己的业务能力了 《冰与火》中 王一博的演技虽然比起陈小来 稍显稚嫩 但是王一博的演技也是肉眼可见的进步 作为新生代 王一博不是科班出身 他要更加努力 才能追赶 而如何才能提高演技呢 陈宝国说过 好演员是胶片位出来的 而王一博要提升自己的演技 最好的方法也是多接电视剧和电影 和老戏骨 演技派合作 打磨自己的演技 让自己成长 而王一博也是这么做的 无论是冰与火 还是热烈 王一博不再耍帅 实实在在演戏 这也是王一博向上成长的证明 《长空之王》 王一博跳出偶像剧 再次和老戏骨合作 出演飞行员 王一博出演飞行员 在飞行师试时 跳降落伞逃生 被降落伞 在沙石地高速拖行近百米 王一博仍然不喊苦不喊泪 依然让导演再来一条